我们都知道要建立好习惯 要摆脱坏习惯 但说来容易 做到总是很难 今天我要带你读一本 如何克服人性的书 我是韩松林 欢迎收听今天的总编读书 不知道你到书店去买书的时候 你挑选某一本书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 之前我到某一所大学的EMBA去演讲的时候 教授跟老师都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他们问说出版背后 是不是有一些消费行为的心理学在里面 那我那时候跟他们分享 我自己的两点观察 我觉得买书这个行为 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背后的动机 第一个叫做付费投票 就是你认同这个作者 或你认同他所代表的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你为了支持他 你买他的书 就像在脸书上面 给他一个赞一样 第二个是所谓的平安福效益 我自己是这样解读 就像你去庙里拜拜 去求平安福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通常对于生活里面缺什么东西 会觉得说我买一本书 应该可以补足我这部分的不足 所以具体来说 就像这几年语言书的市场销量 成长得非常快 某一个程度也代表说 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注重外语能力 现在很多企业都要多亿的分数 所以这一类的书就会卖得很快 你缺什么 你会期待说 我从书里面得到什么东西 那买的同时 其实你就好像有点心安感了 就好像我真的买了书以后 我就会开始建立这样的学习途径 这就是我所谓的平安福理论 就是你去庙里求了签 能不能平安不知道 但起码你心里感觉到平安 当你从书店买了一本书回家 你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跟这件事的距离比较近了一点 但是是不是真的把它读完呢 是不是读完以后真的用在你的生活上 真的达成了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是 前几天我在作者的签书会上面 照例我有签书会 我都会顺便逛逛书店 看自己有需要什么样的书 因为网络书店的搜寻的功能 是你主动去搜书 那实体书店的陈列 有时候会补足你生活上面 你并不常看某一方面的书 而你在逛书店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突然眼光闪过 某一本书好像是觉得很有趣 或它符合你的需求 那这本书就这样来的 就在我最后结账的时候 我挑了三四本书吧 最后要结账的时候 我发现成品的柜台 有陈列这本书 那这本书当然能够陈列 在成品的柜台 一定它是畅销书嘛 基本上我的阅读习惯 我比较少看畅销书 不是我不喜欢畅销书 而是我的阅读偏好 比较偏向知识性的 或者是像历史啊 科技啊 像我第一集讲的 稀有金属战争 那就百分之百是我的菜 但是how to的书 就是所谓的工具书 虽然我自己出了 非常多工具书 但我真的平常的阅读习惯 工具书是占百分比比较低的 大概maybe不到三成左右 我比较看多的书 还是知识类的书 那那天我就在成品的柜台 看到了这一本 最近一直在排行榜上的 叫做原子习惯 出于好奇 我想要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卖 所以我就顺手拿了一本 这让我想到 我曾经有一位作者 我这位作者帮我写了一本 叫做黑心钥匙的告白 他在书里面有讲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大社会 台语 翻成国语叫大社会 那字面上你一定看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大社会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品牌 在他们药师来讲 经营一家药局 最多人上门会问的 不外乎就是 譬如说像普拿藤这种的 你如果止痛药 你就会想到普拿藤 对不对 那你到药局 通常你就会指定一些 你耳熟能详的大品牌 那这个就叫做大社会 那大社会 药局都一定会卖的 起码跟人家一样 或者是他刻意卖的比较便宜 他希望用大社会来带浅货 浅货是什么呢 浅货就是他的知名度没那么高 那因为知名度不高 所以厂商给药局的利润就比较高 所以药局喜欢卖浅货 不喜欢卖大社会 但是他一定要有大社会 带客人进来 总有一天客人会问说 我这边养那边养 你推荐我擦什么药 那时候他就会卖你浅货 他赚取比较高的利润 我今天要讲的原子习惯这本书 其实就是成品卖给我的大社会 那我读了以后 我觉得这本书某一些章节 真的对我有一些观念性的启发 所以我还是决定 要跟大家来推荐这本书 并且谈一下 我从书里面的内容 跟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经验 有什么吻合的地方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音乐过后就开始今天的总编读书 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叫James Clear 那他并不是传统我们印象里面 商管书那种出身名门大学的精管方面的专家 他其实是一个运动员出身 但是他现在所创立的一个叫做习惯学院的机构 每个月有几百万人造访他的网站 也有很多人订他的电子报 他也受邀在很多知名的媒体 像是纽约时报时代杂志 这些知名的媒体来做专栏作者 那他是怎么样可以从一个运动员变成一个财经专家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他的人生的传奇故事 那刚刚说到他是一个运动员出身 其实他的父亲是美国小联盟的球员 所以他在青少年时期 他就立志要成为一个职业选手 他在高中的时候如愿进入了校队 但是在高二的一场球赛里面 他被棒球棍所击中 而且不偏不倚的正好打到他的眼睛 那这个伤势非常的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一度他需要装上呼吸器 也就是说他的伤势是让他与死神插身而过 当然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是很残酷的 因为你后续的复健时间很长 他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复健 好不容易才能回到球队 但你知道当那个时候回到球队 他的技巧或者是他的体力 可能都不如他的巅峰时间 所以当他到了大学的时候 他还是进到了棒球队 但他就成为了板凳中的板凳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不会只派他上场 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志 这个是我觉得他在建立习惯这件事 乃至于他成为后来他的人生的专业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他当时进了大学以后 他就暗暗发誓 他要开始让生活重新回到正轨 他并没有让负面的思考去打击他 所以他从很微小很细微的事情开始 他的第一步就是他开始建立了好的睡眠习惯 因为你知道很多尤其是美国大学 到了大学时代就是开始玩 所以他建立这个习惯 其实在大学生里面是相当难得 他每天很早就睡觉 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 他刻意把他的房间保持整洁 这些小小的作为虽然非常细小 但是无形中建立了他自己的自信 这种自信慢慢的成长 甚至改变了他在读书上面的习惯 一个运动员进到学校 他是保送进去的 那你可以想象他的成绩可能不如一般生 但他也因此改变他的读书习惯之后 他的成绩都开始名列前茅 那这些小小的累积 小小的累积下来 到大三的时候 他竟然被棒球队票选为队长 然后他在毕业的时候 他被ESPN票选为全美33位最佳球员之一 那这个殊荣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讲 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殊荣 James Clear这一段的人生经验 其实也默默的对他后续的人生 展开了一些潜移默化 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 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那一开始他只是做一些 跟他自己有关的记录 因为他对于发生在他身上 细微的习惯 彻底的翻转人生 这个议题非常感到兴趣 于是他就开始做了一些实验 开始去找了一些资料 写文章 他就固定在每个礼拜的 礼拜一跟礼拜四 固定发表文章 他的群众电子报 他是从电子报开始做起 那一开始有一千人左右 到2013年就差不多是三万人 他这样的习惯不断地累积累积 到2014年2015年 每一年都有一些明显的进展 到2018年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介绍这位作者的丰功伟业 他的习惯学院有这么多人 每个月上百万人去造访他的网站 他的电子报的订户也有数十万人 所以他就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 并且以此为生 这本书第一个是 他的书名取得非常好 就为一个出版的从业人员 我都觉得不管是作者或者是出版社 都把这本书的书名 乃至于文案包装的非常好 原子顾名思义是最小的一个结构 那它象征习惯不管多么的微小 只要你不断地堆积堆积 任何的物体都是有原子构成的 对吧 所以习惯也是一样 不管你多微小的习惯 只要你堆积出来 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成效 这可能是作者跟这本书 想要表达的原意 因为我是做生活类的出版品居多 尤其是台湾自制书的作者 所以我就会认识很多 在各行各业或者是各领域 学有专精 或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讲 就是所谓的达人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我从他们的身上也看到 类似原子习惯这样的历程 比如说我要举一个例 前一阵子我刚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九徒之书》 那这位作者邱德夫先生 他前一本书也是在我出版社出的 叫做《威士忌学》 那一般人可能不熟悉他 但是在九界 尤其是威士忌 精品威士忌的领域 所有人都认识他 都会喊他一声邱大 在威界威士忌圈地位从容 这也是我帮他出书以后 才知道他在业界有多照 邱大哥并不是一个 在威士忌领域工作的人 他的工作跟威士忌 是半点关系都没有的 他的工作是一名土木结构工程师 事实上在他40岁以前 他是滴酒不沾的 那为什么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能够成为威士忌领域的达人呢 他之前跟我讲过他平饮的故事 因为他说他酒量不好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试太多种酒的 而且他还是工程师的工作 必须要保持很清楚的头脑 所以他就把他的平饮时间 固定在晚上的睡前 那他从2004年05年的时候 开始踏入威士忌的领域 他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每天晚上的睡前 固定的挑一支酒来做平饮 除了平饮之外 他还记下了平饮笔记 也就是说他每天睡前 他会固定花一个时间平饮 以及写下他自己的心得 看起来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就是你每天晚上花一个小时 做一件事 但是他持之以恒 他这个习惯累积了超过十年以上 那最后我帮他出书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是厚厚的 一千多种的酒款的平饮心得 也因为这样的平饮的心得 你喝过这么多酒 你才写得出来 关于威士忌领域的一些美角 那就像书里面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他举的例子是英国的自行车协会 那在2003年的时候 英国自行车协会的表现是非常的差 差到连厂商都不愿意赞助 除了不愿意赞助之外 他们还请这个协会 拜托他们的选手 不要用他们的商品 以免让销量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英国自行车协会就为了改变这个颓势 所以他们找了一个新的教练 这个新的教练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微小增长的总和 他改变了非常多事 都是跟自行车选手训练无关的 比如说他做了一些非常细微的调整 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 就是猛操选手提升他们的绩效 而是他重新设计这个自行车的坐垫 让他更舒服 让选手在训练的时候不会太难受 另外他在轮胎上涂上酒精 增加抓地力 他还利用风动测试 来试不同的自行车的制服 看看哪一种布料更符合空气力学 他还测试不同的按摩油 他要试试看哪一种按摩油 可以让选手最快地恢复他的巅峰状态 所以他花了五年的坚持 做了数百种这种细微的改变 到最后英国的自行车队 在08年的北京奥运 拿到了六成的奖牌 自行车界的六成奖牌 从一个被所有人看衰 厂商都不愿意 让他们使用商品的一个自行车队 到最后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车队 他其实做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个是建立一些微小的习惯 第二个就是持之以恒 所以我们常会说 寒窗苦读十数年 一举成名天下之 大家只知道 那个一举成名的那一刻 但是其实造就的成功 并不是来自于千载难逢的机运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 我们在不管事业或人生上面 我们往往期待那种 好像重乐透的感觉 就是我赌对了 但实际上那个对 就算你赌了 某一个程度也代表 你背后长久的累积 才让你赌对这一次 那你会说好习惯很重要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 成功是来自于不断的累积 这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那有什么值得出一本书 来讨论这件事呢 大家都知道好习惯很重要 坏习惯要不得 但是你一定有这样的感觉 建立好习惯很难啊 真的是很难 为什么这么难呢 因为你在建立习惯的一开始 你一定看不到成效 在门槛之前 你可能奋斗了很久 不管是几天几周 或者是几个月 它的成效都不是很明显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想 既然做不成功 为什么要坚持下去做呢 这就是人性之所以 难以建立持久的习惯的原因 James挤了一个例子 很有趣 他举了一个冰块融化的例子 假设今天房间里面 开了很强的冷气 你在里面都感觉到非常冷 然后你把一块冰块 放在房间里面 这个房间用非常缓慢的速度 开始慢慢升温 从25度升到26 27 28度 一直升到29 30度 这个冰块都没有产生任何变化 要一直到32度 冰块才会开始融化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关键门槛 你就看不到冰块融化的这个现象 因为没有看到冰块融化的现象 所以你就以为冰块不融化 所以我们一般人在建立目标的时候 我们通常只想到那个目标 就像那个融化的冰块一样 譬如说你想要减重 你想要练六块鸡 对吧 你想的只是我受到体脂率多少 我有六块鸡 这种表象的目标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今天不管是成功的人或失败的人 他的目标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想要输嘛 所以谁不想有六块鸡 你想我也想对不对 但为什么有的人练出六块鸡 有的人只有一块鸡呢 所以改变的重点不是在于目标 而是在于过程 那这个过程就是所谓习惯的养成 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人生是一条永无止境的直线 对吧 一直到你到死 在这个直线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设定非常多的目标 一个目标后面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如果你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 那当你达到这个目标以后 它就松懈了 如果你只有一个目标 叫练成六块鸡 那等你练成的那一天 你达到目标以后 你碰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如何维持你的六块鸡 所以目标达成 它只是一种短暂的改变 James希望透过原子习惯告诉大家的是 你不要太过执着在目标上面 而是要先建立一种习惯 这样当你达到目标以后 这个习惯还会持续的在维持跟进行 所以我们都知道好习惯非常的重要 但建立好习惯的过程分成三个部分 这里面又是其中一种 James认为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第一种叫做改变结果 改变结果就是你设定出 你要改变你的目标是什么 譬如说我要减重 或者是我在某一个比赛里面 我要得到冠军 那第二个是当你开始执行了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过程会有一点不顺 所以你会试着去让过程更平顺化 中间还会做一些改变 譬如说你想要减重 但是你的饮食就不健康 所以你就会想要来让你的饮食更符合 譬如说练重训 你就要吃鸡胸肉对吧 但James认为最最重要的是 改变你的身份认同 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他 这一个激励方式是比任何激励方式都有效 就是当你要做出习惯的改变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目标设定为不是那个目标 而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样讲有点太过稀松平常 但James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举的例子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企业家 他这个企业家他什么都好 他的事业也很成功 但是他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他会咬指甲 他说他从有记忆以来 他就有这样的习惯 一开始是因为紧张 但是这样的习惯就会让他显得 大家会觉得他太过紧张 乃至于会低估他的实力 或者是觉得他变成一种讨人厌的习惯 所以这位企业家就决定要改变他 他改变的第一步是 他先用意志力来控制停止咬指甲这件事 这件事靠着意志力是可以做到的 但就像我刚刚讲的六块鸡的例子 他可以维持长期的不咬手指甲吗 所以他做了另外一个方法 他说他请他的太太 帮他安排人生第一次的修指甲 通常我们男生不太会做这件事 修指甲 涂指甲 保养指甲 擦一些平光的保养的指甲油 这些事男生不太会做 但是他原本的想法是说 如果我开始花钱保养我的指甲 我就不会去咬了 结果真的是马上见效 他真的不去咬了 但不去咬的原因并不是他花了这个钱 而是他因为修指甲这件事 让他重新的认识 原来我也有这么漂亮的手指甲 他开始以他的指甲为傲 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咬过他的手指甲 而且他还非常的细心的去保护他的指甲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本畅销书 已经超过十年了吧 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如果你没有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基本上你不会按照那样的人的思考逻辑 去做出跟他们一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不会再努力的去维持这样的习惯 为什么习惯这件事这么重要呢 在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我觉得是因为习惯可以让你的日常生活加以简化 因为习惯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 你是下意识的在做这些事情 它带来两个好处 第一个 当你在下意识做这件事的时候 它不太会被外界所干扰 它很容易形成一种专心的状态 你很快就会知道你要做ABC 持续地做下去 你不需要透过太多的思考被打断 然后外界的讯息又加进来影响你 它形成一种心理洁净 所以你就帮你的大脑释放出非常多的空白的记忆体 再去学习或者是再去累积其他的事情 就会显得比较有余裕 另外习惯的累积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James在书里面讲到一个人类行为背后的回馈回路 叫做尝试失败学习 人的学习行为其实就是这样的循环所产生的 你去尝试不一样的行为 经过练习 没有用的它就会慢慢的被淘汰 有用的行为就会被强化 被留下来 从这个过程里面就产生了习惯 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叫做《今天暂时停止》 有一些年轻的听众可能不见得看过这部片 这部片相当的经典 它曾经被选为世界250部好片之一 排名216我记得好像 然后这部片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非常喜欢比尔默瑞 这部片的剧情就是有一位Weatherman 就是电视台的气象专家 他被指派去采访美国宾州的一个传统节庆 叫做土拨鼠日 土拨鼠日是当地庆祝春天来了 就是那天土拨鼠会出来 那所有的媒体就会去采访 这个一年一度的地方的节庆 比尔默瑞到那个地方 他其实是非常沮丧 因为每年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他觉得非常的无聊 跟他同行的是一个电视台的女制作人 那因为比尔默瑞是抱着一个负面的心态 去执行这个工作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很讨人厌的人 那因为当地的大学 所以他跟这个女制作人 还有摄影记者就被困在了那个小镇 等到他隔天醒来 发现他还是在那个土拨鼠日那一天 之后就变成每一天都是2月2号 不断地在循环 那一开始他面对这个状况 当然是沮丧再加上沮丧 人生中如果可以停留在美好的一天 重复循环那也就算了 停在我认为最衰的一天还重复循环 所以他就在这种负面的观念底下 每天去试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都是负面的事 最后他就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 他又发现他自己死不了 隔天他还是正常地在土拨鼠日醒来 到最后他知道说终结自己的生命 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巡回之后 他决定说那我干脆来利用这些时间好了 所以他就跟别人学钢琴 学雕刻 学跳舞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他也让自己变得一个比较不那么让人讨厌 甚至让人喜欢的人 所以故事的最后就是 当他不再去想说他要摆脱这样的轮回的时候 他默默地学会了这些他原本不会的东西 他默默地让他心态从负面变成正面 在一个特别的一天 他把他会的东西全部都搬出来 救了很多人 也得到女主角的青睐 突然之间他就摆脱了这样的循环 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让你丧失了继续尝试失败跟学习的勇气 人生本来就是一连串试错的过程 所以James Clare到底给我们什么样建立习惯的建议呢 他提供给我们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分别是提示、渴望、回应、奖赏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他其实是在与你建立习惯的不同阶段 所必须提醒自己的事情 第一个是提示 提示有点像本能 譬如说在人类原始人的阶段 你会知道说你的提示就像食物、水跟性 那其实他背后都有他发生的原因 就是生存 那放到现代 譬如说我们对于金钱、民生、社会地位、权势的追求 爱情跟友谊 这些都是属于人类本能的一种提示的行为 但是光只有提示 它的动机是不够的 在下一步我们就要进入到渴望的阶段 如果你少了渴望 你可能就没有那个足够的动力 去改变你目前的现状 谈到渴望 我可以举一个我朋友的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事业非常成功 赚了很多钱 社会地位也很好 在某一个领域是非常出名的社会人士 那有一回我问他说 你赚钱的动力是什么 他就跟我讲一个我永远想不到的答案 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老板有司机 然后他老板邀请他坐他的车 他第一次搭上了有司机的车 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说 有一天我也要有司机 这就是他的一个渴望 而他后来的种种努力都让他很快就达成了这个目标 所以动机越强烈 你就会有更强大的执行力 第三个是回应 回应就是你对于前面的渴望 还有最早的提示 你有多少的能力去可以执行它 它必须建立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 你去做出这样的回应 它才有可能形成一种习惯 就这边James的举的例子就像说 你想要灌篮 但是你跳起来根本碰不到篮筐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回应你的渴望 最后一个是奖赏 奖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提示 经过执行以后你达到你的目标 那这样的奖赏 其实就是回应了你 在之前不管是基于人类的生存本能 或者是像渴望 我刚刚举的例子 我要成为一个有司机的人 那这样的奖赏 就会带给你所谓的满足 它满足了你的渴望 这四个步骤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怎么具体的开始去做这件事呢 James提出了 开始一个新习惯的最好的方法 他举的例子是 英国他们做过一个实验 他想要让国民的运动习惯建立起来 所以他就找了两百多个人 分成三组 那第一组 他只要记录自己的运动频率就好了 第二组叫激励组 他除了是记录运动频率以外 他还要阅读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内容 譬如说运动对你的健康有什么好处 如何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第三组 他除了满足第一组 记录跟阅读相关的资讯以外 他们还要做一件事 就是他们一定要对下一周要做什么样的运动 去先完成一个句子 譬如说下周我将会与哪一天 在什么地方做哪一种运动 就光只是这样小小的差别 这个第三组也就是说他们要写下这样的句子 确定他们下周要确定的时间 地点跟什么运动 第三组的受测试的人里面 有91% 每周都至少运动一次 是其他两组的两倍到三倍以上的比率 这个例子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因为我最近正在学滑水这项运动 那滑水就是有一艘船在前面托你 我们穿着像snoball那样的滑板 要在水面上滑行 这不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运动 它需要一点学习的过程 去达到你身体的一些平衡 除了你本身要有一定的肌耐力 去执行这样的动作以外 掌握身体的平衡关键 不跟那个力量做对抗 而是让自己去驾驭那个平衡 是很重要的事 跟我一起学滑水的人 是一个游艇公司的老板娘 一个是知名的室内设计师 那大家都是平常工作很忙的人 所以你要拨出一个时间 特地到巴黎 像我们从台北开车到巴黎 也少说要半个钟头到50分钟左右的距离 而且你还要拨出一段时间 大概两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滑水 那滑水不可能晚上滑嘛 所以一定是白天 假日的话因为现在疫情 所以大家出不了国 像这样的户外运动永远都是满的 所以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行事力上面的周间时间 去挤出来一个下午去执行这件事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大家在这一次滑完水以后 现场当场就马上定下周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很忙 所以如果你只是表面上客套的说再约再约 到时候要瞧时间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今天你没空 明天他没空 所以我们就决定是在当下 就协商大家的空档时间 去商量我们三四个人跟教练有空的时间 当场就把时间定下来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那这种每周一次的习惯是无法持续的 像这种有一点难度的运动 如果你没有让自己的肌肉去记忆 你是很容易学了一次 你下一次就忘记了 有时候当下确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书里面举的一个例子是以日本的铁路作为案例 日本的铁路的安全或准点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 作者就说如果你在日本搭过电车 你就一定会发现他们的车长有一个奇怪的习惯 他们一定会执行一项仪式 就是他用手指着哪一个物体 然后嘴巴要喊出指令 譬如说他指着号制说现在是绿灯 他嘴巴也要讲出来 看到仪表板上面的速度 他嘴巴要陈述当时确切的时速 那你或许会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多此一举的行为 他也知道现在是绿灯 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把它讲出来 这个方式在日本被称为是指插确认 它是一种被设计来减少错误的安全系统 那这一套指插确认的系统 它的成效也非常的好 它减少了85%的错误 并且避免了30%的事故 就连纽约的地铁都学日本的铁道 采用修改版的 就是指指不喊的版本 它也只实施不到两年 地铁的列车因为没有停妥的发生率 就降低了57% 所以所谓的原子习惯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看似那些微不足道的 或者是甚至我们会觉得 那是一种荒谬的行为 但它在默默之中建立新标准 并且长期的累积 达到最后的成效 前面讲比较多的是 如何建立好习惯 但是有时候坏习惯 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就被我们自己建立了起来 书里面举了一个案例是 18世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 叫做德尼迪德罗 那这位法国哲学家 他一辈子都非常穷困 他穷到连女儿要嫁人 他也没有钱可以支付婚礼的开销 但即便是他没钱 但是他有知名度 他当时主编了一套百科全书 是当时最详尽的百科全书之一 所以俄罗斯的女皇凯撒林大帝 就很可怜他 看他这么穷 凯撒林大帝非常喜欢读书 也非常喜欢他的百科全书 所以就出价1000英镑 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5万美金 买下了迪德罗的私人藏书 不只如此 他还委托他来管理这一套私人藏书 还请他做他御用图书馆的管理员 也因此迪德罗一下子就变得很有钱了 他不只是顺利的帮他女儿办了一场奢华的婚礼 他还帮自己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红色的长袍 这一套长袍是很漂亮没错 但是发生了一个现象 就是他在迪德罗原本的所有的东西显得特别的突出 也就是说迪德罗其他的生活的用品都配不上这一件高贵的长袍 迪德罗就开始了有一种把所有的东西都升级的欲望 他就开始把家里的地毯换成大马士格的地毯 他开始买了昂贵的雕像 用很高级的餐桌 他每一次的购物都带来了下一次购物的需求 这个模式有没有让很多女性朋友感觉到非常熟悉 对吧 你常常因为你买了一件新洋装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买一个搭配他的耳环 或者是首饰 买一个可以搭配的鞋子 这个就是在消费行为里面常说的购物的连锁反应 这样的一种人类行为 作者把它称之为叫做习惯堆叠 习惯堆叠可能就像一把双面刃 它可以是建立好习惯 或者是无形中产生坏习惯 用在好习惯上 习惯堆叠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 它有效的去把你的执行意向不断的堆垒上去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作者提供了很多方式去进行所谓的习惯堆叠 他举的例子很简单 譬如说你有进行这样的目标要达成 你可以在每天早上如果你有固定喝咖啡的习惯 你在把咖啡倒进杯子里面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一分钟 或是假设你要建立运动的习惯 你可以在每天下班要脱下上班的鞋子 脱下上班的衣服以后 立刻去换上运动服 那你就会有一种想要运动的感觉 这在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 我比较会称之它为一种仪式感 就是你建立一种要开始做一件事的心理暗示 然后把你要做的事 跟你现在已经每天在做的事 把它捆绑在一起 这就会形成一种习惯的堆叠 有意识的习惯堆叠 对于建立好习惯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要摆脱坏习惯比建立好习惯来得更难 譬如说像追剧 那书里面讲到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奠基系的学生 他非常爱看Netflix 但是同时他的运动量不足 他自己也很清楚 那他要如何去抗拒追剧的诱惑 把时间播出来给运动呢 他就用他本科系的专长 写了一条程式 让Netflix只能在他健身自行车 踩到一定的速度才能播放 这真的太聪明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一招 他只要踩踏的速度慢下来太久 他现在正在观赏的节目就会被暂停 直到他重新再开始加速踩踏 节目才能继续看下去 他把这个过程PO出来 就有非常多的粉丝留言大赞说 这一招是用追剧来干掉肥胖 那这就是所谓的诱惑捆绑 就是他把他想要看Netflix 这件他想做的事 跟他踩自行车这件 他必须要做的事 两件事把他捆绑在一起 他的原理就是把你想要建立的新习惯 跟你原本就喜欢的事情 做一个捆绑 这种诱惑捆绑在心理学的理论是 普世原则的一种应用 这个原则是认为较高可能性的行为 会强化较低可能性的行为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习惯堆叠 可以再把它加上诱惑捆绑这样的方式 让习惯堆叠更精确化 除了在建立仪式感之外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跟第二件事之间 可以是采用诱惑捆绑的方式 当你把这两者捆绑在一起以后 它自然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 达到习惯堆叠的效果 作者自己也做了一次实验 他说他写这本书的这一年 他用一种新的时间管理策略 他说他的助理在每周一 就会改掉他所有社群媒体的账号跟密码 让他无法去登录 于是他从周一到周五 他就不会受到社群媒体的干扰 那他的助理会在礼拜五 把新的密码寄给他 他在周末就可以尽情的享用社群媒体 到了下一个周一 他的助理又会把密码改掉 作者也分享了 他说他其实适应的速度非常之快 他一开始也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焦虑 但是他在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他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频繁的去看 别人的动态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每天都要去登录不可 前面讲了非常多建立习惯的方法 看起来都非常的实用 但我们一般人通常在要建立习惯 或我们说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心魔并不是建立习惯的know how跟步骤 而是要开始做的那个动力 起码我个人是这样 我觉得所有事情的最后都是执行力说话 就是你有没有去做才是真的 但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心魔就是 我很怕做不好 我很怕做出来的东西不完美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做的这件事情 但是从结果论来看 其实如果你没有开始做 你只是因为怕事情做的不完美 你没有这个起头 你永远都不会真的开始去做 事实上把做到完美再出手 这样的目标当作是前提的话 做出来的结果也未必有 一开始就下去做 这样的结果会来得好 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是弗里达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在班上 他把电影摄影班的学生分成两组 有一组被归为是量组 就是他的成绩完全取决于 作品的数量而决定 另外一组人被归为直组 他的成绩是完全由品质 内容的品质来决定 然后直组的学生 整个学期只要交一张照片就好 如果你要拿到A的成绩 那一张作品就必须要非常完美 到学期末的时候 这个教授他非常吃惊的是 最杰出的成绩都发生在量组 而不是在直组 因为量组的学生 他们每天都忙着拍照 他尝试了不同的构图跟灯光 甚至在暗房里面测试不同的做法 从错误中学到如何精进 在创造出很多作品了以后 他们同时他们技术也是成长的 但是在同时间 直组的同学只是坐着在那边想说 我要怎么把作品拍到最完美 搞到最后他们的技术没有成长 拍出来的也只是一张平庸的照片而已 所以如果你心里面 只心心念念去想说 我一定要打磨出一个完美的作品 我才要出手 不够完美我不出手 这样对于你个人的学习成长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事实上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建立习惯这件事 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心魔 不是你真的下去做那件事有多难 那作者也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提供给我们一个方法 叫做两分钟法则 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提供的 非常实用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几乎每一个习惯 你都可以把它缩减成一个两分钟的版本 具体来讲 它就是让你从简单 可以接受的角度来做起 譬如说 如果你每晚都要就请前阅读 你要培养一个阅读习惯 那你就变成说读一页也是读 对吧 你起码把书翻开了 你读进去了 事实上你真的读下去以后 你不可能只读一页嘛 那譬如说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叫做 做三十分钟瑜伽 那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拿出瑜伽点 用功读书就变成翻开笔记本 这些事你都做得到 但一旦你开始做了 我刚刚讲的心魔就是这件事 你在那边瞻前顾后 就会让你连开始这件事都很难 所以你必须要先让自己建立这样的两分钟法则 你先让自己开始 开始就是执行力的展现 那这样的两分钟法则 它可以让你开始 但光开始还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把它连带做一个立即的奖赏 这才会让你开始之后的动作加上不断的堆积 累积出一个新的习惯出来 我自己的观察是 譬如说像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 我因为之前出了一本叫飞客心法的书 然后开始认识所谓航空公司或饭店集团的基点这件事 我才发现那个世界是非常多的高手 非常厉害 那航空公司的里程基点 它其实就是让你感受到立即的奖赏 这个立即的奖赏 就是希望这些对航空公司忠诚的客人 他可以借由这个方式 不断的去搭乘他们家的航班 譬如说我今天搭了一个航段 我买越贵的机票 我的累积的里程数越高 假设我买的是一张比较贵的经济舱 我就会比那些便宜的经济舱 累积的点数来得更高 那如果你买的是商务舱 那它可能会把你的里程增加1.5倍 或者是2倍 而且我发现通常在你搭乘完这一段航班 之后没多久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或几天 那些里程就会马上入账 你就可以透过手机APP或者是电脑 查到它入账的里程 饭店信用卡也都是一样的 现在很多信用卡的红利点数 都跟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做结合 那你可以透过多方的计划的累积 去凑一个比较大的点数 这点数可能就可以满足你人生一些 你觉得很稀奇的愿望 譬如说你要去马尔地夫住一个水上屋的高级饭店 它饭店的标价可能是1000块美金起跳 那如果依我们一般上班族要去住那样的饭店 是很难达到的 或者说有一些航空迷就是非常喜欢去搭商务舱 但是你如果真金白银去买一张商务舱机票 你可能要花十几万 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点数 这个点数就形成了一种奖励 它就让你的累积有了一个目标 我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尽量去累积那个里程 像里程累积计划这样的商业模式 其实对于个人建立习惯也是很好用的 譬如说作者有提到说 他的一位读者跟他的妻子用了类似的策略 他说他们尽量不外食 多在家里煮东西吃 当然是为了要省钱 但省钱这件事必须要有动力 他于是他就开了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的名称就叫做欧洲之旅的账户 每当他们跳过一顿外食 他就把这个原本要花在外食的钱 假设是50块美金 他就把它存到这个账户里面 等到年度终结的时候 看这账户有多少钱 他们就拿这笔钱出国旅游 刚刚讲了非常多建立习惯的方法 但是在你真正开始建立习惯之前 我觉得有一件事是更重要的 你有这么多习惯可以建立 但是你该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来建立习惯呢 在讲作者的看法之前 我觉得有一件事可以提出来讨论的 就是现在最当红的叫斜杠 斜杠这件事没有不好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没有长期的累积习惯 你只是在习惯中间跳来跳去 那斜杠这件事可能就会从一个正面变成负面了 很多人只看到斜杠好的一面 你可以很自由 你可以在不同的专长跟职业做切换 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 但是我始终相信 专业是必须要靠长期的累积的 如果没有累积 你很难变成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第二个是即便你要选择斜杠 你也要胜选你斜杠的项目 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试 因为人生只有这么长 你的时间只有这么多 我们的人生都不可能像我刚刚讲的那部电影 今天暂时停止一样 给你无限制的时间去试错 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累积 没有这件事 所以当你要选择建立习惯 或者是你想要斜杠的时候 你要选择什么事情就很重要 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到了 基因决定论这件事 他说有一些运动员 他们选择某一项运动 就是因为他们在身体上的先天优势 让他适合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在选择 我们要建立什么习惯 这是小的 乃至于说我们要投入哪一种事业 这是人生比较长期的规划 都应该是要从类似像基因决定论 这样的角度来思考 他提出了四个观点 譬如说什么事情对别人是劳苦 对我来讲却是乐趣 这一点就能够为你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撑得比别人更久 这就是你的基因优势 第二个是说什么事情能够让我忘记时间 这要提到一本书叫心流 这也是我接下来会讲的一本书 它是一本经典 那我个人的经验也有一点跟心流 雷同的地方 所以我会另外播一集出来讲心流这本书 你做它当你进入到你慢慢其他生活世界 全部都消失的状态 这种融合快乐的极致的巅峰表现 就会让你在这个领域持久的累积 这通常都会出现在 譬如说艺术表演者 或者是顶尖的运动员的身上 如果你可以在一件工作里面取得极高的成就感 你就可以比别人更强 第三点是比较世俗的观点 就是什么事情我可以比一般人得到更多的报酬 如果你在你面前有ABC三种选择 数字这件事还是要考量在前面的 它也许是譬如说你天生就会写作 那你的订户人数可能会成长得很快 或者是说这份工作的报酬比较高 它也会给你及时的奖励跟回馈 那这样的奖励回馈就会变成你持续做成一个新习惯的一种动力 作者提出的第四点是 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这件事我觉得是重要中的重要 以我自己在某一个领域工作了很多年的经验 你做一件事你长期做下来 多多少少都有职业疲惫 那在职业疲惫的时候 什么事情能够支撑你呢 钱每一个领域能够赚到的钱 它有其极限 那当这些物质方面的奖赏 再也不能给你新的刺激以后 你要如何持续抱持着对工作的热情 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自然而然 这件事就很重要 当你不需要取悦任何人 你也不会对自己做评判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上一集节目最后结尾讲的 就是做自己了 你当你做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享受那个投入跟这个过程 它不再是因为你为了钱而做它 你为了某一个外人的评价而做它 当你感觉真实而无虚伪的时候 你才能走在一条长久且正确的道路上 这本书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 滚水会让马铃薯变软 但是会让鸡蛋变硬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生来是一颗马铃薯还是鸡蛋 但你可以决定你比别人硬还是比别人软 所以人生的战场你自己可以做决定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价 我发现很多周边的朋友都以为 五星评价只能留一次 但事实上不是 它可以每天留一次 而且那个节目的rating就是靠评价来去支撑的 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就请大家多多帮我留下五星评价 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到我的粉丝专页 韩松林的编辑手机上发私讯或留言给我 我都会回复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